大家好 我是預料師陳芬 今天給大家分享一塊 墨西紗長口的一塊邊角料 這是大面積的 另一半 他已經工廠裡面已經做過 賣掉了 剩下的這個邊角料 我給師傅做 他說這種東西 就不願做了 意思是說 石頭不底工 我說 我們作為一個石頭的美容師 不管石頭怎麼樣 它都有一個凝存在了 只是你怎麼去變換它 把它的那個內在的美給體現出來 然後今天我就想做這一件 做這一件 他們不想做的事情 那我就把它變現出來 把它那個價值 最大化 我給大家推破一下 嗯 就直接開工 我想做這個料子的題材 叫一葉成活 我利用這個黃霧 這邊邊上面的黃霧 這個我做一個枯葉 把這個中心線 我給它打開 裡面是白底 然後做一個打磨或者裸漢 在這個中間 然後用上面的針 往下面透 把那個裡面掏風 把黃霧這個枯黃給它呈現出來 然後把這個琴綠的地方 我們做成一個那個樹 然後把設一個東西 在窩了窩 把它調出來那種葉子 然後我們要利用這個皮殼 到時候稍微行給它走一下 可能會在皮殼上面 畫 動一些寫一些經文啊 那些字 該弄空了 我可能會想到 就弄過來 整理的規劃 我已經給大家 講過一遍了 然後這些料子嘛 我就不細化 就直接準備開工 大家期待著我這個成品的起貨效果 可以再試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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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試看 这件货已经抛光已经完成了 当时大家也见识过这个原料是怎么样了 这个色当时肌肤是不突出不明显的毛病很大 后面我们利用楼空的雕花 把色该保留了保留了 该棉该去的去了 然后利用这个这一坨 当时还记得有一层黄雾吗 做了一个那个叶子 这个利用夸张的手法 做了一个枯叶 后面我利用原生态的皮 来雕了一个灯黄石窟的那种意境 为什么会雕这个后面的皮呢 是因为当时雕这个树的时候 太兴奋了 过头了 把这个皮都空了 空了后面没办法呢 像这么大的一个洞 然后就感觉不美光 然后就想了一个题材 灯黄石窟的题材 跟前面的题材相结合 大家喜不喜欢我这件作品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 给我们留言 这期作品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十三位纯奋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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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